美国发动的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 它耗费了将近2.3万亿美元用于阿富汗战争 结果是践踏人权 无数森林涂炭 无数流离失所 如果2.3万亿美元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的开销 我们几乎可以消除全世界的极端贫困 包括美国国内的许多极端贫困 同样这笔开支也足以使4500万美国人 免于大学教育的沉重的债务 但美国政府就是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被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绑架了 他们通过战争 包括阿富汗战争 现在的乌克兰冲突 赚得盆满钵满 这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 带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危机 甚至是灾难 我想这样的国家 怎么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 谈论人权